这是最美的Z590主机版 没有之一 我是Enter 欢迎收看Enterbox 如果你喜欢恩杰 这边有一个抽奖活动 请先到Facebook 按赞NZXT和Enterbox的粉丝专页 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 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 你喜欢NZXT的什么产品 我们会抽奖送出一个NZXT的磁吸耳机甲 真的这个耳机甲我自己都很想要 但我都还没有呢 这次有这个机会 就优先抽奖送给喜欢Enterbox的观众 从Intel发布Z590 B560主机版至今 短短几个月 Enterbox已经开箱了10张这个系列的主机版 今天这张NZXT的N7 Z590 绝对是我开箱过最美的Z590 而且没有之一 NZXT N7系列的主机版目前有四款 Intel有Z390 Z490 Z590三款 之前也有在影片下面看到有人问说 NGA有AMD的主机版吗 有的 目前有推出一张B550的主机版 一样是这样做得美美的 首先一打开物流的外箱 看到包装 我就觉得 哇 真是太美了 整个包装白白净净 周围紫色一圈的品牌识别也非常清晰 有别于常见的主机版几乎都是黑压压一片的包装 电竞取向也少不了再来一些红色或是RGB的颜色 而近年虽然有流行一些白色的主机版 虽然包装也已经做成白色 但是盒装的正面不免俗 还会打出一长串的品牌名称跟型号 还有一整排的chipset 音效 RGB HDMI WiFi 6的logo 生怕你都不知道这张主机版有多厉害 但是对比之下 哇 恩杰这个包装真的是太纯粹了 甚至你连NZXT的logo都找不到 但是单凭这样脱俗的包装设计 就足以让你认出这是恩杰的主机版 主机版的整体外观 似乎与上一代Z490看不出太大的差异 依旧是这样非常好看的设计 主板正面的散热片也有超高的覆盖率 让整张主机版的白色比例相当高 我个人是蛮喜欢铝金属银色或是纯白色的科技产品 所以这张主机版真的是非常对得到我的审美 拿在手上的时间多一秒 就多下一分 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拿到NZXT的主机版 所以在有些部分跟我原本预期的有些落差 例如NZXT的官网或是通路的渲染图 在白色金属片的表面 质感看起来都是非常光滑的平面 但实际上这部分的金属片 我现在摸到以后发现 它是有点雾面的处理 因此它的触感是比较粗糙的 蛮像恩杰的机壳那种触感 跟我预期原本要看到光滑表面的触感就非常不一样 所以有点小失望 虽然平常装完机放在机壳里面 大概也是远观而不会卸完 但还是希望之后的款式 恩杰可以考虑在不沾指纹的情况下 把雾面做得更细一些 这样摸起来会更加平滑舒适 整个金属外壳的覆盖面积相当大 除了在视觉上不容易看到 一颗一颗黑黑的小零件 在安装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勾到一些东西 在散热片的周围也不是空着的 而是将边缘包覆起来 因此金属的四周也是非常的平整 也将主板的IO 还有金属片内部的区域 在视觉还有空间上做了很好的区隔 例如右边的SATA 还有USB的19PIN的位置 这边都是横躺的接头 包覆在金属一整片平面的散热片下 看起来一体性就非常高 右边这边在正面视角 你能看到的就是USB Type-E 还有24PIN的接头 而下方的IO排列也比一般的触机板整齐 那同样也具有PosterLED的开机检测灯 甚至还有独立的电源键 在维持主板设计优雅的情况下 这边的功能性也有不错的保留 我觉得相当好 上方的IO可以看到USB的供电为8加4的接头 详细供电还有金属片的方案 或许到文章中再和大家聊聊 影片中我希望让大家多看看这张最美的主机板 上方也有两组NZXT的RGB 对于玩灯的使用者搭配一整套N杰的RGB硬体 还有N杰的CAM软体 就可以有更好的协调性 在后IO有一体式的挡板 而挡板和遮罩间有一点点缓创的空间 这点就非常有SROC的味道 原本以为IO遮罩是金属材质 不过实际拿到手以后 我发现这边居然是塑胶的 也算是在我意料之外 供电上方的散热模块 左右是两块黑色的铝锡芹 透过中间的白色金属连接 白色的金属片上面也有一格一格的圆圈 也是N杰的主机板非常标志性的设计 我私下都叫它四连起 这张主机板搭载Z590的出现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功能 像是PCIe Gen3升级到Gen4 这就大大增加了SSD可以使用的频宽 像我现在使用Intel的i9-11900K 搭配Intel Optane DC-P5800X 在这台电脑就可以直接灌破 7000Mb的速度了 而Z590在DMI翻倍 2.5G网路 那增加哪些IO 我们就不细谈 观众都可以从Enterbox过往的相关影片找到 这边有一点很有趣和大家分享 我想大家都知道 恩杰在Z490的主机板是SROC代工的 这次Z590找华星代工也是经过证实的 不过以我们开箱过SROC的经验 在Z590他们通常是将USB3.2 Gen2x2的20G 放在前置的IO就是USB Type-E 没错就是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用不到超高20GB的规格 SROC是把它做在前置IO 让使用者可以自己转接或接到机壳 恩杰则是选择将这个USB3.2 Gen2x2放在后面的IO 这点还是可以看出恩杰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还有规划 除了刚才讲到有一个USB20G 后IO还有10G3个 5G4个 USB2.0两个 无线网路为X210的网卡支援到WiFi61 有线网路则支援到2.5G 影像输出则有一个HEMI2.0 旁边还有一颗CMOS的按钮 手上这张N7 Z590定价是8490元 在Z590竞品当中算是中间价位 有些我想要的高阶规格它就不一定有搭载了 例如Thunderbolt 4就没有内建 不过以目前搭载Thunderbolt 4的主板来说 价格大概都要1万以上 因此没有内建Thunderbolt 4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 但要留意 它连TPT的header都没有 即便你想要自购扩充卡来扩充Thunderbolt也是没有门路的 另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M.2的区域散热片 正面虽然是金属 但它背面其实还有一片塑胶 所以如果你想要安装主流的PCIe Gen3或是Gen4的M.2 SSD 就没有道理再去贴个导热贴片贴在那个塑胶片上面 那这样对SSD的散热来说我认为是比较悲观的 那我的使用情境给大家参考 因为我现在使用Intel的OP10-905P SSD 透过原厂转接线连接到机壳背后放着 那因此主机板上面的M.2区域就没有散热的问题了 那以主机板的角色来说 由于本来就没有打算透过散热片来帮SSD散热 因此也就不需要强而有力的下压力量 让金属片与SSD的表面接触 因此NZXT这个M.2的盖板 它直接就做成了卡扣的设计 所以完全免螺丝 这样看下来 恩杰在主机板的规格上面给的还是比较保守 例如我就希望要有Sunderbolt 4 要有实用性更高的散热片 背板最好也来一个全白的金属包袱 那这样就太完美了 但显然我的要求会直接让这张主机板的价格破万 甚至到1万5 所以我还是抱持一个期待的心态 希望恩杰可以考虑出个更高阶 而且很漂亮的主机板 那换个角度想 我觉得恩杰还是非常明白市场的反应 加上它们本身还是电竞取向 也有考量到大多数DIY使用者能负担的预算 在追求自家外观设计好看的同时 也提供足够与这个价位的竞品竞争的规格 等于是让8000元上下的预算 追求简约设计的人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看完影片不要忘记前面还有抽奖活动哦 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邀请你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